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 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期宣告达成 此时 中国经济总量已迈过百万亿元人民币大关 占全球经济的比重提高到17%以上 近200年来 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徘徊于国际秩序外围的中国 正一步步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中国崛起 会否对当今国际秩序造成根本性影响 究竟谁是国际秩序的破坏者 近日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 接受中心社东西文专访做出解答 所谓国际秩序主要是指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国际规则 郑永年表示 对于这些规则 中国可以说是最大的拥护者 没有像前苏联一样另起炉灶 更谈不上是破坏者或者革命者 按照西方的逻辑 中国强大到现在肯定是 完全会阻解自己的block 所以美国一直在说 我要阻解一个美国 那个世界对付中国对 中国没有对 中国哪有对吗 中国就是武汉 就是规规矩矩地待在这个体系里面 有没有对呢 拉帮结果都是美国在做的事情吗 中国哪在做呢 郑永年表示 美国近年相继退出一些国际组织和国际协作机制 谁是国际秩序的破坏者不言自明 郑永年指出 西方国家早期搞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通过在拉丁美洲 非洲等地方建立殖民地掠夺资源 支撑国内的发展 当现在中国在非洲 亚洲投资核原件时 被西方污蔑为掠夺资源 甚至被扣上新殖民主义 债务帝国主义等帽子 这是西方自己的经验 不是中国的视角 中国在帮助当地国家 铁路 高速公路 医院 体游馆 学校 因为中国为什么这么做呢 因为这些基础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中国自己本身也是这么走过来的 你说中国非洲经济的贡献做了多大呢 以及殖民地那么多年又做了什么多贡献呢 所以西方整体骂中国什么债务 债务帝国主义 债权帝国主义 什么新殖民地主义 这一定毫无道理的 不讲事实的嘛 郑永年表示 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其在发展过程中也学习了西方很多好的规则 下一步 中国要真正强大起来 就要继续消化吸收世界上的好规则 同时结合自己的情况 完善强化 补充现有的国际规则 所以下一步真正的对世界的贡献 就是标准规则的贡献 但是这些标准的对世界贡献 规则的贡献 标准上的贡献 不都要选美国 就是你做到规则的时候 就要考虑到其所有其他国家的利益了 郑永年认为 对于非洲 拉丁美洲等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 中国的规则和方案 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非西方 而不是反西方的选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